记者调书林云林报道,有神无妙国家制定重要民俗的六房妈果炉,文化部长郑立军今天到云林受政,肯定六房妈祖果炉是全台湾第一个宗教果炉活动列国家的重要民俗,不只是云林人的骄傲,也是国家的信仰。 一年一度六房妈果炉活动,是台湾有神无妙最大规模妈祖搬家的民俗活动,每年都吸引了数万信徒热情参与,果炉活动规模一年比一年盛大,大大凝聚信徒的向心力。 云林县政府2013年公告登陆云林六房妈果炉为无形文化资产,2017年通过国家重要民俗审定,今天进行一年一度过炉,郑立军在湖北大庄红坛颁发国家重要民俗证书。 云林县长李静勇,立委张立善及地方各界武龙武师,胡伟白鹤镇,窦南部马镇,和唱团高歌迎宾曲热情迎接,郑立军指出, 云林六房妈果炉是台湾有神无妙信仰活动中最大规模与复杂度最高者,维系云林地区传统炉主伦似制度,保留如神明遗交,丹花,丹灯,中军班,分岐角,红毯等300年以上传承,去年9月完成国家制定重要民俗审定,它代表文化部感谢地方的努力。 云林六房妈果炉是由窦南镇,土库镇,胡伟镇,窦六市集大皮乡分成五股三十四庄头一续轮流凤四,有的村落甚至六十年才能轮四一次。 今天过炉由窦六大北市谷过炉到胡伟过西谷大庄红毯,各村庄组成镇头集数量庞大的丹花,丹灯等自发性还原其服队物扰镜, 炎路信重准备凉水,点心,让来自全国各地乡客吃得平安,吃得开心,展现云林人热情好客,无私奉献的精神。